2024一开年,坦克就甩出了网站 2月26号这一天,坦克700Hyper-T正式上市 42.8万就能买一台3.0T V6混动 524匹,800牛米,0百加速5.6秒 并且在外观舒适性,滑滑性,浴泳性能 都全面碾压分之地的国产浴泳车 简直不要太卷 那前有79,800的秦普拉斯 现在又有了42万的坦克700 能够预料到2024年又将是血雨腥风的一年 那除此之外呢 2024年也将是硬派越车扎堆上市的一年 那今年究竟有哪些新车值得我们期待呢 如此激烈的价格战会对今年的硬派越车市场 带来什么影响呢 本期视频咱们就来聊一聊 首先要说的还是坦克品牌 坦克700打响了开年第一炮之后 紧随其后的还有坦克300Hyper-T 搭载3.0T V6的坦克330以及坦克800 那坦克300的混动版本可以说是千呼万万使出来 这次Hyper-T终于上升坦克300了 那对于很多喜欢坦克300又担心油耗的朋友来说 这绝对是个好消息 并且Hyper-T的性能已经得到了充满的验证 它的动力表现 越野性能 燃油经济性 还有户外生活的可玩性都会更高 那价格方面呢 我预计不会比顶配的坦克300贵出太多 大概率会在23万24万左右的价格区间 那搭载3.0T V6的坦克330啊 是在坦克300边境版的基础上开发的 在未来它会是一台动力非常强 并且有原厂改装在越野性能上更极致的一台坦克300 那此前的消息它将会在三月底上市 目标价格会来到35万左右 那这个价格其实已经覆盖到坦克400和500了 但坦克330的车身啊 更轻更灵火 未来会是坦克品牌中 越野性能最强的车型 其实有点类似于丰田的FJ库鲁泽 是一台给专业越野玩家准备的车 坦克800目前已知的消息是 它会使用和700同样的功力健康 定位应该会比700更高一点 从已经曝光的叠照来看啊 这个外形大家看到之后 不知道会联想到哪款车 反正我觉得这应该就是 未来的保定库里南没错了 那今年的北京车展 估计就会正式亮相 说完坦克品牌啊 长城旗下还有一款新车 就是全新的哈贝之酒 我个人其实很看好这款车啊 首先它换了一个方盒子的造型 颜值比老款强太多了 起码不那么油腻了 那动力总成底盘和四驱 基本延续老款的构造 同时还新增了2.4T加9AT的柴油动力组合 价格应该也不会变化太多 还是20万出头 我觉得如果你追求空间 追求实用性和长途穿越的能力 又觉得坦克500啊 有点超预算 那哈贝之酒真是个好选择 并且我们从之前的申报图上看啊 全新的之酒居然还有一款 前后塑料保险杠 带铁轮圈的最低配版本 完全的实用取向 就很像联合国用的那种 摘板的鹿群和普拉多 这个真的是爱了 接下来说方程豹啊 在豹5之后 今年还会有豹3和豹8两管车 这样方程豹的583硬台家族就极其了 豹3的尺寸会比豹5更小 同样采用DMO超级混动越野车台 不同的是它将采用纯电取种 从目前已知的消息来看 这台车很可能是没有大梁的承载车身 使用四轮独立全架 它的越野属性会比豹5更弱一些 那估计价格呢也会下探到20万左右 而豹8会是方程豹今年的重磅新车 它的车人尺寸会跟仰望U8来到同一级别 实际上也可以把它看作U8的低配版 使用DMO超级混动越野平台 2.0地方你作为增长器 前后节偶的电四驱 同时还会使用云点P全架 价格很有可能会突破40万 跟坦克700作为最直接的竞争对手 而坦克700已经有了一个很有竞争力的价格了 那豹8该如何应对呢 就只能拭目以待了 在合资车的阵营里 今年两个最具关注度最有话题的车 无疑就是一汽丰田的全新普拉多 和江陵福特的国产列马 那这两个车各方面的信息 大家都看过了 我们也做了很多报道 那关于车辆本身的介绍 就不想再多赘述了 咱们主要聊聊这两款车的价格预测 首先国产列马的起售价 从我们之前得到消息 从厂家人员给的反馈来看 第一配车型大概率就是 31到32万左右的起售价 那基本是跟躺个400方向炮 豹5这些车啊 同样的加在区间 那至于说列马的优势和特点 我觉得这个车 就是一辆很纯粹很硬盒的大玩具 它的越野的基本素质 改装的潜力 可玩性都很高 但是舒适度啊 尤其是你家人的乘坐感受 就会差一些 所以能不能买呢 还是得根据您实际的情况 一汽丰田全新的国产普拉多 将会在2月29号这一天公布预售价 那这个时间节点很有意思 坦克700刚刚发布42万8的起售价 普拉多和坦克700这两个车啊 从尺寸级别和定位上都有一定的重叠 那普拉多的定价会不会受到坦克700的影响 大家可以在评论区交流一下 那之前网络上已经曝光了一份 全新普拉多的预售价 47万到57万的价格区间 我个人觉得可信度还是比较高的 最终它的起售价 我预测应该会在45万左右 基本跟老款持平的状态 一方面是因为普拉多在中国啊 本身就有足够多的标签和影响力 至于很多人吐槽它没有了大牌自吸 就只有2.4T 所以会丢失很多拥短 我觉得根本不会 当初老款的2.7销量可一点都不差 况且新的2.4T混动啊 各方面的数据都比老款自吸发动机更强 另一方面是新一代的普拉多 其实从产品定位上 并不完全算是LC150的换代 而是比它高了半级 那以往普拉多车系啊 从LC90 120到150 一直是作为阉割版的陆寻存在的 用的是轻量化的底盘 悬架 包括四驱配置 而这次的LC250啊 首先车身尺寸就加宽加大了 平台也是用的跟LC300一样的TNGAF 底盘配置上其实已经很接近LC300了 所以价格层面啊 不太可能会比老款便宜 那么这期2024年硬牌越野车市场 重磅新车就先跟大家聊这么多了 总之呢 今年的车市竞争只会更惨烈 一方面是中国品牌更高的性价比 另一方面是合资品牌的口碑和影响力 那谁会是最终的赢家 我们一起拭目以待 不管怎么样 我们的选择更多了 野行这个栏目呢 也会继续为大家带来更多越野车内容 感谢大家收看 我是大财我们下期再见